这些苹果日报的提问 完全反映了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 我谈的是大海 国家的发展 总统的领导 总统的派系被包围了 未来中华民国的前途 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漱口碑的问题 问我的私生活 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 你为什么不问我结婚之前谈过几次恋爱 你为什么不问这些问题 自从黎智英董事长带了苹果日报跟一周刊亲的台湾 把整个台湾的媒体弄得新风协议 弄得八卦新闻 害了多少人 这个家庭失和 苹果日报几十年来 进到台湾市场 就是在这里 今天总统大选提的题目 还在问我的私生活 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 无聊 抹黑 造谣 非常没有水准 让我大失所望 我们对苹果日报 在一两个月前 已经正式提出法律告诉 我知道 你们喜欢八卦 你们为什么不要只看到韩国语八卦 不看到蔡总统的八卦 哦 你们怕得罪当权派 你们拥有两种标准 亲爱的台湾同胞 苹果日报这种 没有水准 专门造谣 重伤别人的媒体 你们要用智慧 唾弃他 而且要看不起他 知识分子 这些记者良心 被狗吃掉了 劳工 蔡英文总统说 是你心中最软的一块 错 劳工手上神圣的选票 对你来说 才是最甜的一块 今年 有四万家公司工厂会倒闭 韩国瑜提出的政策 非常符合劳工权益 如果放无薪假 保证收百分之六十工资 保护劳工 百分之九十三 劳工现在拒绝 自己 办理所谓自退的基金 为什么 他们不信任政府 未来韩国瑜会跟雇主 劳工本人 我们出百分之三 劳工出百分之三 雇主出百分之六 合起来百分之十二 存在你劳工的户头 每一年补助劳工 一万零八百块 第三劳工 我们要考量 尽可能招商引直 带动这个大水库 整个台湾经历体 起来之后 劳工的条件 会有所改变 韩国瑜 绝对跟蔡英文不一样 我会以劳工 农民 渔民 庶民 为第一执政优先考量 谢谢 文女士回答两分半 谢谢主持人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 我先回答一下 韩市长刚才提的 读稿记的问题 我们三次的证监发表 这一次的辩论会 你有看到读稿记了吗 我也很尽心尽力的 准备了所有的资料 来向人民 来报告我的政见 也回答 像今天所提出来的问题 还有韩市长宋先生 在政见会所提的问题 说到谦卑跟劳基法的问题 我在竞选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政策 造作周休二日的政策 而一休一例 就是要体现这个周休二日 我记得我们在立法院提案的时候 这个提案是有经过部会之间的讨论 而且是讨论过的 这个提案在当时我们是要落实周休二日 可是国民党跟其他的在野党 主张是两例 也就是说这两天都不可以加班的 后来我们提出了责重的方案 变成是一例一休 一天可以加班 一天不可以加班 这是当时能够平衡劳资关系 同时落实周休二日最好的一个策略 跟一个政策 但是我也知道 任何一个政策 它在执行的时候 都必须经过再检验 再检讨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也要求劳动部 在他们进行劳动检查的时候 必须要请劳动的检察员 去了解所有的产业 在执行这套法律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东西 是没有办法能够调试的 那我们应用我们的行政的手段 来给他们弹性 或者在法律上 可以从健康范围之内 也给他们弹性 甚至于给他们协助 我们会随时来检讨 看我们这一套的制度的执行 有什么要随时精进 随时改进的 至于这个胆红发意的事情 我想是你严重了 那我刚才已经举过一个例子 在过去几年 我常常向宋主席请议 我也请他担任 我的APAC的领袖代表 那么在这个其中 我们互动极好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的事情 国民党的县市长 只要他们有需要协助的 我们都倾全力去协助他们 我们希望给人民带好更好的建设 更福利 党同发意这四个字 我想太严重了 是国家的领航者 能否带领国家走出新局 跟他的市政人格密不可分 我要就相关问题就交于三位 蔡总统 您自许是最会沟通的总统 您在执政之初 也期许你的团队必须要谦卑 但是过去三年多来 我以劳基法修法为例 劳资双方都不满意 怨声载道 认为沟通不足 执政团队大量禁用了派系人马 也遭外界批评 党同发意 不够谦卑 请问未来如果您连任 您是否会再修改劳基法 您又会以如何具体的作为 挽回人民对您执政的信心 韩市长 您就任八个月 就违背了对高雄市 就请假代职参选 违背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您个人与新装王小姐的金钱往来 参与的友人 也说您的家人事前并不知情 请问您要如何说服选民 您当选之后不会欺瞒选民 也不会违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宋主席 这是您第五次参加总统大选 通常你都是选择在选前几个月 才公布您的意向与动态 不仅时机仓促 甚至还常常面临的弃保的危机 请问参选总统对您来说 是永不放弃的政治目标 还是您延续政党生命的手段之一而已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请宋楚瑜先生回答两分半 您刚刚所提到的三个问题 我觉得我担任总统之后 我都会好好去处理 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对于我们的牢机和一例一休的问题 很显然 不仅事先没有好好沟通 而且这些案子 都是由单独立法委员去提出来 而没有经过行政院跨部会的讨论 因此我主张将来应该是一业一法 我们重新要去检讨 我们这个关于一例一休的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 您提到的韩市长 就是我们必须要说 做人规规矩矩 做所做的承诺不能放弃 我做省长和做过去从政以来 我所做的承诺都 有一句话叫做 说得到一定要做得到 第三 你谈到我参选的时机比较晚 严格讲起来 我必须要对我的整体形势要有所了解 我看到国民党和民进党 所提出的候选人 坦白讲 让人民不放心 你可以看到一个民调 非常有意思 20%的人很怕蔡总统继续连任 而40%的人又非常怕 我们韩市长会当选 而对于宋楚瑜的好感和相信度 却是最高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仁不让 能够把44年来对于国际 对于两岸 对于我们内部的沟通协调 像你刚刚所说的 我跟跨党派所有的这些 我们不同意见的人 和我在执政的时候 跟不同政党的这些 我们的县市长 是非常能够了解 我只讲过一句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过去 但是我们却有共同的未来 因为我们都了解 我们共同的价值 是首富台湾的民主 谢谢您 提醒我 下次要选 或者做任何事 早点让大家知道